好 美国的态度现在转趋保留 不过在台湾的军方现在还是决定 明天的护鱼操演事件在闲上了 因此确定要照表操客 海空军的战舰跟战机到时候都会精锐进出 像是空军方面包括了F-16 金国号 E2K 空中预警机通通都会出动 而海军方面除了前天已经出发护鱼的康定级拉法业舰 诺克斯的巡防舰 现在还要加入一艘继德级的驱逐舰 跟一艘成功级的巡防舰 要让菲律宾来看一看台湾壮大的军容 我们是不容欺负的 F-16 刁钻灵活 殲灭敌军 快横转 成功极舰 火力齐全 早当对手 Easy Easy 国防部放话 海空全面戒备 继德成功康定极舰 整装待发 搭配空军 海巡火力 16号从高雄出发集结 要在广大型28号遭蛮横攻击的巴士海峡南端 首度以菲律宾为假想敌 进行大规模军演 同时大陆东海舰队也会露脸相挺 要菲律宾看个清楚 两国军力落差 你凭什么汉 台湾作对 军方大声嚷嚷 自称枪上膛 刀出鞘 难得这么要尬此 不过你先别急着拍手 因为要给菲律宾好看 居然有弹书 但是绝对不是像就是像今天我们大家所认为的 好像16号就是这个好像就是一副好像已经势在必行 这个跟实际还是有弱差的 听懂了吗 国防部其实要告诉你 只要菲律宾的回应让马政府够满意 这场象征宣誓主权 保护渝权的军事演习 就会只是说说而已 今天这句话已经讲出去了 你国防部的这句话也讲了 我们计划什么相关的这个 其实我们海星同步都已经完整了 你既然都讲出去了 你就要做到 你做不到的话 不但国内的老百姓看不起 你这个三天统帅是脸上无光 军演这种大事居然可以当筹码 喊喊就算了 尤其面对菲律宾长期欺压 又仗着美国当靠山 退一将领疾呼 不军演就等着被人看不起 这个应该是到哪条线为止 那我们就强势的作为保护我们的渔民 甚至有人建议为主权不惜一战 散到台湾政府什么动作都绑手绑脚 不过看看大陆官方面对钓鱼台 黄烟岛争议 三强主权 二话不说 立马演习 展现军力 难道我们的马政府 永远只能任一半吗 最近的中文正在台北采访报道